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 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 全国们 振华人民政府贵 真要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他升起 参加大会的二十万人民都一致助力致敬 注释着人民祖国的专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举其升起 后被戴队式会员请举手礼 在队列的中间的干部和战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逼正 越多年轻敞 portfol业 待第一次 不久 不知道 展示 國旗已經上升到旗竿的堅定了,開始在人民首都的秦宮裡迎風招展。 它象征著中國的歷史重新增加了一個新的時代。 我們的國旗,五星紅旗,將永遠的飄揚在人民祖國的大地上。 地下山梓的祈禱。 旗之歷史重新增加了一五星藏。 旗之歷史重新增加了一五星。 中央的国民党 主将教师 国民党 华阵政府 百民兽国 九家地贵主义 华阵华革命建设 伊兰 全关人民 正如 最深厚业的情况之中 新拉 无人民加皇室 在全关人民温柔之下 为 包围主管的领土自传 为 包围人民的生命财产 为 压住人民的痛苦 和 争取人民的权利 本部故事 因因此 再以 消灭化分准备 开化 外民政府的化成程度 因此 因此 人民加皇室 愿意 提出 一般的生命 新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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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围主义人民 外占统 协为華教 此 其 有其他按借民主听者 其代表们 出四五天地 身杠人民主义皇 提供你,提供你,免疫提供。 代表奇怪人民的意思, 指定了政华人民政府本, 政养人民政府朱子华, 推出了毛策本, 为政养人民政府主席。 指定, 留下旗, 政亲女, 你必须, 江南, 高岗, 为故事, 大師! 正義! 古南! 第第三! 林北子! 葉金瑜! 胡江瑜! 林郊! 本德華! 劉北城!